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在布鲁金斯研究院就美日韩关系发表演说 他在谈到亚太地区的成就时 特别赞扬台湾刚刚举行的总统大选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前来华府出席和安峰会 并与欧巴马总统举行双边峰会 布林肯在谈到与北京在南海及人权等问题上的分歧时 也强调要与大陆发展合作关系 台湾的大选结束后 布林肯曾前往北京讨论两岸关系 可是这次无论是在会上还是在会下 他都不谈两岸问题 无论是演讲还是问答 布林肯似乎都不愿意谈及台海 也许美方对台海关系的未来发展 还在观望中 记者张国华综艺 华盛顿报道